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今天要介绍 《饼与酒诗歌》专辑 这张专辑 结合了拉丁文 英文 粤语 以及中文 这张专辑呢 有多元化的风格 以及充满音乐挑战的录音 从古典到跨界的音乐 到乡村歌谣 以及爵士乐 制作人王安民弟兄提到 我对音乐的钟爱 来自于那位喜爱 把唱歌当作一种消遣的父亲 有一次 他将一盒灌满了几首 他所唱的英文和法语情歌的卡式录音带 送给了一位表亲当作礼物 当我还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爱恒一支 名叫夜半歌声的老调 是来自一套黑白中文的电影配乐 父亲的声线既鬼魅又优雅 回想起来 我的父亲是我所遇到第一位真正的美声歌手 许多年以后 如此生动地打动我心的是教会音乐 一会儿来听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诗歌 虽然行过死印的山谷 耶和华是我的路者 我必不缺乏 他是我躺我青草的地上 定我在看些水边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灵魂苏醒 引导我左翼的路 我虽然行过死里游户 也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与我同在 在我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设和烟隙 你拥有高默的窝窝 是我父被满意 等会一次爱你随着我一生一世 我要永远去处在野荷花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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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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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